本海政府在北部都要區 首次提出我們用一個非常積極的保育政策 如果有些重要的濕地 甚至魚塘需要積極地去保護 我們不會怕要收地 我們願意用政府的行為去收回部分的魚塘 或者濕地來整存保護濕地區 從而令其他沒有那麼高價值的濕地或魚塘 可以釋放出來讓創科發展 不過我必須澄清 今天有一個專訪說我收2000公頃 不是收2000公頃 我說這三個濕地公園總共是2000公頃的面積 但是收的可能需要幾百公頃 就可以完整這三個濕地公園 北部都要區不是一個那麼難建設的策略 因為很多板塊在這裡 我們只需要整存了一個有願景 有前瞻性去帶動 而不是讓這些板塊各自自己去發展 而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我們也需要有一個優勢互保 包括和大灣區內地城市 特別香港和深圳的優勢互保 達至一個互利共贏的局面 以往或者到今天 我恐怕我日常碰到很多 就算政府內部或者外面的朋友 都似乎有這種心態 第一就是和內地的融合 就是一種大香港的態度 我們香港是優勢的 我們要進來你那裡 就把我們的東西帶進來你那裡 或者因為看到深圳這四十年的急速起飛 就羨慕了 於是出現了一種小香港的心態 就是自己有點自卑 我們追不追得上這個速度 我們可不可以做 我覺得兩種心態都是不積極的 我們應該用我剛才說的更新了的觀念 就是一個互保共贏的心態 可以跟大家說這四年多以來 或者這十幾年以來 我在三個工作崗位都是走到最前和深圳合作的官員 深圳從來沒有一刻看下香港 從來沒有認為 其實它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你自己做 它從來都希望和香港一起發展 是講心聯手 來打造深圳 現在賦予這個新的使命 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 都是有這種更新了的觀念 讓香港能夠更加順利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